那我先介紹一下這個PDF文件 PowerPoint裡面可不可以插入PDF文件 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 那不管可以還是不可以 它都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來看一下 我這邊特別找了我們學校的行事例 來看一下 行事例 好,我問一下各位 行事例長得這樣對不對 那如果以你在PowerPoint的做法 你要把行事例放進去,你會怎麼辦? 簡報通常都是橫式的 它是直式的 對不對? 那你的方法,假設你要全部都放下去 那只好像我這樣子 就是縮小 對不對? 用一個小圖 放進去 然後呢 老師就說,你放大一下我看看 那你就跟老師講 老師我放大 然後這裡我再抓一張 我再放進去 對吧? 應該會這種做法 好嗎? 可是呢 在Focus Guide裡面 不用耶 我做一個給你看 你如果要把PDF放進來 比如說我放到這一頁好了 我把PDF放進來 插入PDF 好,我就找到剛剛那邊 好,找到這個位置打開 他就幫我放進去了 那 因為呢 Focus Guide有這樣的好處 就是他可以 輪陰輪浪 所以其實 你根本就不用那麼麻煩 來,我們馬上預覽一下 好,這樣有沒有全關的 對不對? 可是我們 行事是兩頁喔 有沒有下一頁 可以嗎? 那老師說要放大一點 好啊 放大一點啊 不然你要看到 好啊,你要看這裡 不然還是要看到 有沒有覺得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還是你覺得 為普先知 我先把那個 老師說要放大的 先自己預計一下 大概在那裡先抓一下 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每一種簡報都有各有他的優缺點 可是他在處理PDF這一塊 我就覺得 使用起來是相當有感覺的 所以你有多少月 其實就這樣 上月下月 就還蠻方便的